83岁大爷倾诉 不上养老院 不请保姆 而是找老伴走完最后一程 我姓金 生活在广东茂名 我今年83岁 我年轻的时候 也是有一份正式工作的 在一家国企单位上班 现在已经退休23年了 每个月的退休金 就有将近一万块 不需要再为金钱担忧 这笔钱足以让我过上 很好的生活了 我的妻子是没有工作的 我在前方工作奋斗 她在后方帮我解决后顾之忧 我们的大半辈子 就是这么过来的 当时我想着退休后 就让妻子好好享福 我来照顾她 可谁知 妻子却是个没福气的 我刚退休几年 她就生了一场大病 花了不少的治疗费 还是没能挽回她的生命 当时我才66岁 身体也还很健康 但是我还是有了再婚的打算 我和妻子生了两儿一女 他们长大后都搬出去住了 妻子不在了 家里就剩我一个人 连个照应的人都没有 我是真的受不了 所以我就跟孩子们商量 我再婚的事情 我以为他们会反对 但没想到他们都很支持我 都希望我再给自己找一个晚年的陪伴 听到孩子们这么说 我心里真的挺欣慰的 可能有的人会说 晚年找老伴 就是给自己找麻烦 还不如去养老院 或者请保姆养老 可是我并不这么认为 我上了年纪之后 对养老问题也比较关心 我知道 虽然养老院有护工 但是护工要照顾很多老人 根本不可能一一顾及 而且很多护工对老人都不好 总是欺压老人 而且养老院的伙食也不太好 就连住宿环境也不好 去养老院就意味着吃不好睡不好 我才不愿意呢 而且我听说 我同事的老父亲 也搬去养老院养老了 原本他父亲的身体还挺好 但是去了养老院 每两年就去世了 所以我实在不敢去养老院 也有人建议 我请保姆养老 我觉得请保姆养老 并不是一个好的办法 首先 想要请一个住家保姆 必须得花大几千 我虽然退休金很高 但是花了大几千之后 我可能连生活费都不够了 而且保姆行业质量参差不齐 想要找到好的保姆很难 很多保姆都有或多或少的毛病 我害怕到时候我受不了 虽然说保姆可以陪伴我 在我无聊的时候 有个姐闷的人 可是保姆对我再好 她也是外人 对我不可能有真心 也不可能可以代替老板的位置 我遇到事情的时候 可以选择跟老伴交心 但是有些话我是不可能跟保姆说的 所以综上所述 我还是觉得晚年找个老伴养老比较好 不过想要找到志同道合的老伴 也挺难的 现在有很多女人再婚 都是为了对方的财产 并不是真心过日子的 所以我也特别谨慎 我相过好几次亲 那些女人一见面就问我的财产 还说结婚后要把我的房子 加上她们的名字 这种女人 我是万万不敢娶的 如果真的娶了她们 那我最后肯定是人才两空的 还有一些要求我补贴她们的孩子 这种我一般也是拒绝的 还没有结婚 就说让我补贴她的孩子 结婚了那还了得 肯定家都给我搬空了 我一连找了大半年 都没有遇到合适的 后来还是我邻居 把她堂姐的表妹介绍给了我 对方名叫红梅 红梅的丈夫已经去世好几年了 他们夫妻俩只生了一个女儿 女儿长大后又远嫁了 完全指望不上 所以她想再给自己找个老伴 这样晚年也能有个依靠 了解一段时间之后 我发现红梅就是那个我要找的人 虽然她退休金只有两千多 但是她是真心带我的 我觉得这一点十分珍贵 后来我们也没有领证 而是选择搭伙 我是男人 再加上我的退休金比较多 所以家里的生活费都是我来出的 不过我们两个人也花不了什么钱 每个月基本两千多就够了 很少有超过三千元 而且我的儿女也时不时回来看我 他们一般回来都不会空着手 都会买一些吃的用的 因为我出了生活费 所以家里的家务活红梅都包揽了 其实也没有什么活要干 就是做做饭菜 打扫一下卫生 有时候我也会帮着一起做 我觉得两个人一起干活的时候 是非常开心的 而且还能促进感情 红梅对我真的很好 完全把我当作了她的老伴 我对她也很信任 我的退休金卡都交给了她保管 但是她从来不会藏私房钱 买了什么 她都会和我说一声 而且她对我的子女也很好 每次孩子们上门 她都会热情招待 有时候儿女没有空 红梅还会帮忙照顾小孩 所以我的子女对她也很尊重 我觉得这都是因为红梅付出了真心 所以才能得到孩子们的认可 而且我的几个孙子孙女 都很喜欢红梅 把红梅当成了自己的亲奶奶 我还记得 他们第一次叫红梅叫做奶奶 的时候 红梅都忍不住热泪盈眶了 虽然看着孩子们这么尊重红梅 跟红梅的关系也很好 但是我也担心 万一我走在红梅前面 他们会不照顾红梅 毕竟红梅跟他们没有血缘关系 我经常在他们面前说 他们以后一定要好好照顾红梅 我们俩都特别热爱运动 毕竟年纪大了 免疫力肯定没有年轻人那么好 所以一定要多加运动 把自己的身体锻炼好 这样自己也能舒服一点 也不用孩子们为我们操心 我们每天早上都会去跑步 就算是刮风下雨 我们也一样坚持 周末的时候还会去爬山 每一周的周六 我们都会去郊区爬山看日出 每次看到太阳升起 我们的心里都会觉得特别满足 红梅特别喜欢交朋友 自从我们在一起后 家里一直都很热闹 因为隔三差五 红梅就会邀请朋友来家做客 时间久了之后 我也改变了很多 以前我话很少 如果不是熟悉的人 那我很少会主动和对方交流 现在我变得外向了很多 虽然我现在八十三岁了 但是我耳部龙眼不花 身体也还很好 红梅也一样 她的精气神比我还要好 每天忙上忙下的也不觉得累 我觉得我的晚年真的过得很幸福 同时我也是一个很幸运的人 遇到了一个这么好的老伴 八十五岁老人 独居二十年总结的亲身体会 晚年独居 一定要坚持这三个方面 我今年八十五岁 自从二十年前 我老伴因病去世以后 我就一直过着独居生活 很多人都说 一个人老了 如果独居过日子 是一件非常可怕的事情 但我却并不这样认为 反而乐在其中 我的身体很好 心态也很乐观 我晚年生活的幸福指数很高 并没有因为一个人 独居 就降低了生活的质量 之所以我一个人独居二十年 仍然过得如此幸福 皆因为做到了以下三点 一 人老了 要活得自私一点 儿孙自有儿孙福 莫为儿女做马牛 老伴活着那会儿 我俩的退休金加起来 每个月足足有七八千 老伴很会过日子 她把家里的生活安排得井井有条 在不降低生活质量的前提下 每个月还贴补儿子和儿媳妇两千块钱 儿子和儿媳妇结婚的时候 买了一套一百多平米的大房子 每个月的房贷要还六千多 小两口虽然月收过万 但他们要养孩子 要应付各项生活开支 经济压力很大 老伴心疼儿子和儿媳妇 每个月主动贴补他们两千块钱 减轻他们的经济负担 老伴去世以后 我就对儿子和儿媳妇直言相告 老伴不在了 家里少了一份收入 我不可能再像以前那样 月月给他们两千块钱 儿子和儿媳妇非常懂事 他们体贴地安慰我 说他们不需要我贴补 以后我只需要过好自己的日子就行 有什么困难 尽管跟他们说 自此之后 我再没给过儿子和儿媳妇一分钱 以前我有能力 适当地补贴他们一些没啥 既然现在我没那个能力了 就不能做打肿脸充胖子的事 如果那样做 就是害人害己 在我看来 人老了 如果没能力帮孩子 那么不给孩子添麻烦 就是再好不过的事情 如果我像以前那样 每个月补贴儿子两千块 那么我的生活质量 必然会受到影响 我的钱只有那么多 如果像以前那样贴补儿子 我只能从牙缝里省钱 那样我就无法保证充分的营养 就会导致身体变差 一旦我的身体垮掉 儿子为了照顾我 就不能好好工作 那样岂不是害了他吗 所以我坚定地认为 保养好自己的身体 不给孩子添乱 才是老年人最正确的选择 经过认真的考虑之后 我把自己四千五百块钱的退休金 分成了三份 一份用于平日里的吃喝用度 一份用于生活中的各种杂费 一份存进银行 经过这样的安排 我的生活过得游刃有余 虽然每月存的钱不多 但积少成多 在二十年的时间里 我的存款已经有了六位数 有了这些钱 我感到特别的踏实 再也不会为了养老的问题而发愁 二 保持乐观的心态 心情好 身体才会好 虽然一个人过独居生活 经常会有寂寞难耐的时候 但我并不会因此就消沉 让自己陷入悲观的情绪 我的心里非常清楚 没了老半以后 晚年我只能靠自己 如果我没有好的身体 晚年我会过得很惨 想要维持健康的身体 必须保持好的心情才行 老半在世的时候 我是一个特别宅的男人 我觉得哪里都没有家里舒服 有老半陪着我 我哪里都不想去 自从老半去世以后 我就刻意地改变了 宅在家里的生活习惯 我每天都要出去走一走 在公园里转转 晒晒太阳 呼吸新鲜的空气 隔三差五的 我还会跟三无好友聚一聚 和朋友们一起唠嗑 不仅能增长见识 还让自己不再孤独 随着年纪的增长 我的那些老朋友们 他们有的已经不在人世 那些健在的朋友 他们的身体都不砸好 连门都出不了了 为了让自己 有一个派遣孤独和寂寞的渠道 我去老年大学报名了 自从报了名之后 我天天都去老年大学上课 风雨无阻 虽然我已经到了迭茂之年 但我却一点都不服老 在老年大学里 我是年纪最大的学员 也是身体最好 最开朗的学员 同学们都很喜欢我 都很乐意跟我交往 有了同学们的陪伴 我再也不会感到孤独 通过自身的经历 我认为 人老了 一定不能跟社会脱节 要积极主动地与人交往 只有将自己置身于人群之中 才能以积极乐观的态度 面对生活 不仅能够减少老年痴呆的概率 还能够愉悦心境 好处多多 三 不涉足男女感情 坚决不再婚 在我独居的二十年生涯当中 给我介绍老伴的不计其数 虽然其中有一些条件相当不错 但我却一次都没去相亲 在我看来 二婚婚姻很难幸福 由于双方是再婚 各自都有各自的孩子 很难像初婚那样 心往一处想 尽往一处使 即使双方在相爱 在想把日子过好 但一旦涉及到孩子和经济 就会矛盾频发 婚姻岌岌可危 再婚婚姻不稳定的最大因素 就是孩子和经济问题 在再婚家庭当中 女人大多认为 嫁汉嫁汉 穿衣吃饭 既然自己嫁给了这个男人 男人理应把钱交给自己管 让自己成为真正的女主人 如果是初婚 男人是非常愿意把自己的钱 交给女人管理的 因为孩子是共同的 即使把经济大权交给女人 男人也不会在意 但是 如果是二婚婚姻 男人就会认为 如果自己把经济大权交给了女人 他若是撕散小金库 拿着自己的钱 给他和前夫的孩子花 自己岂不是成了冤大头 因此 二婚男不仅不会把经济大权交给女人 还会在经济上 对女人层层设访 生怕女人花了自己的钱 男人这样的行为 自然会引起女人的反感 于是两个人之间吵闹不断 天天都过着家无宁日的日子 我是一个凡人 也会有私心 如果我再婚 也会像大多数男人那样 不愿意把经济大权交给女人 与其再婚过吵闹的生活 还不如自己一个人 轻轻静静地过日子更快乐 如今二十年过去 我依然坚定地认为 不再婚是我这辈子最正确的选择 因为是一个人过日子 所以生活里没有任何的矛盾与吵闹 始终保持愉悦的心境 身体一直保养得很好 虽然我今年已经八十五岁了 剩下的时光已然不多 但我并不会因此就悲伤叹气 既然生老病死是人生常态 那么坦然地接受它 才是最好的生活方式 对于未来的生活 我是这样安排的 活着的时候 我就好好地活 吃好睡好 好好地保养身体 一旦我的身体不行了 再也不能照顾自己了 我就让儿子把我送到养老院里去 在那里移养天年 我有退休金和存款 足够让我住进条件好一些的养老院 在人生的最后阶段 我不会为了省钱而委屈自己 人来世界一趟不容易 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 这一生才不会留有遗憾 月二十年 我退休金六千六百 孝顺母亲两千 老伴 婆婆五万手术费 你负责 我是孙秀芳 今年六十六岁 退休有六千六百退休金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有娃 老伴比我大五岁 我们是二婚夫妻 当年我跟前夫离婚 遇到他 我们重组家庭 我只想找个人依靠 可我们结婚第二年 他就跟我提出 耶生活 说不想给别人养孩子 他儿子跟随前妻 每月支付抚养费 他觉得自己一个人 养两个孩子吃亏 我都离过一次婚 实在没有勇气在离婚 想着他好歹每月 也给我一多半的生活费 就忍了 一晃二十年过去 女儿嫁人 我和老伴也老了 她是企业退休 退休金不到四千 每每因为这个 她都不愿再给我拿生活费 总说我退休金高 应该回馈 她当年取我的恩情 我觉得她想多了 这二十年里 我照顾她 打理她的生活起居 早就跟她之间没有感情 她得知我每月 给母亲两千赡养费 生气骂我傻 对我说 婆婆住院五万手术费 我负责出 我没有跟老伴 多说出一个字 而是默默地收拾行李 回到娘家 陪伴母亲养老 山村里的风光 以及跟母亲 在一起的快乐 让我感受到 生活的乐趣 一 农村走进城市 结婚生女被迫离婚 我从农村考上中专 毕业后 在城市里工作 改变面朝黄土 被朝天的命运 上班两年后 经身边的师傅介绍 认识前夫 一个人家是很好的男人 婆嫁看不上我 而前夫喜欢我的模样 认为我有文凭 对下一代好 在前夫的各种游说下 公婆勉强同意我们结婚 并给了我六千的彩礼 一娘家没有把彩礼给我 一年后我生下女儿 公婆不喜 前夫被判 在女儿十岁时 前夫外面的女人怀孕 我被迫离婚 我同意离婚的条件是 把我调到一个好单位 能保障我们母女的生活 离婚后的我 虽然有不错的工资 但午夜梦回时 依然很孤寂 娘家亲人 让我再往前走一步 还有那么长的日子 要慢慢去过 二 偶遇二婚老伴 牵手 也婚姻生活 前夫跟我离婚时说好 房子归我 以抵消女儿的抚养费 平时上班日子忙碌 不觉孤独寂寞 节假日看到别人一家人出游 内心很心酸 一次偶尔的机会 我遇到同样离异的老伴 我们相处一年多 牵手走进婚姻 二婚老伴有个儿子 比我女儿大七岁 跟着他前妻生活 他只需每月出抚养费就好 我们领挣钱 说好居住他的房子里 把我的房子出租 一是学区房 租金不少 第一年 老伴每月按时上交工资 只留极少的零花钱 对我和女儿也非常上心 第二年 老伴的儿子读大学 不知何故 他提出我们要给生活 毕竟是二婚 他不想年轻时替别人养孩子 老了还要被扔回自己儿子家 我觉得 无所谓 给就给 离了谁也一样生活 后来 听老伴身边哥们的老婆说 老伴在意我经常给娘家亲戚钱 所以 才找借口 把自己的经济把控在手里 老伴在企业上班 挣钱不固定 有活就收入多些 没活也就只有生活费 三 退休给母亲两千赡养费 老伴提出给婆婆五万手术费 岁月流逝 时光荏苒 一晃就过去很多年 我六十五岁退休 女儿成家有娃 也不用我帮忙带 感觉余生很惬意 老伴跟我一年退休 只是他们企业给交的社保是最低大 我们退休金的差距还是很大 在国人眼里 男人应该比女人多挣钱 自从老伴知道 我的退休金比他多 内心就不平衡了 有天老伴无意识拿我的手机看 知道我每月给76岁母亲两千赡养费 他一下子跳起来 大声叫喊着 骂我是傻瓜 出嫁的女儿还给娘家钱 说的最难听的话是 你觉得自己很孝顺 不过是出钱养你兄弟家而已 我没有跟老伴争吵 知道这样的掰扯最没意思 我们都给了这么多年 他儿子结婚 我给一万礼金 我女儿结婚 他给三千礼金 还说给多了 遇到这样的男人 也许是我的宿命 促进我离开的事情是 婆婆生病住院 老伴居然让我给拿五万的手术费 他的理由很奇葩 他说 我有钱给自己的母亲 为啥没钱给婆婆 就当我对婆婆的孝敬 婆婆这么多年 对我不冷不热 逢年过节回去 冷锅冷灶 我自己做饭洗碗 现在指望我出钱孝敬 是不是想得太美了 四 惹不起躲得起 亲情永远最宝贵 退休后的夫妻 最怕的是 整天在你跟前 没完没了的唠叨 老伴每天往返医院 我偶尔会去医院送点吃的 白天陪护一下 每次我去医院 老伴和婆婆 都会说起这五万的费用 让我倍感焦虑 加上老伴的姐姐 在边上说风凉话 在他们眼里 我的退休金 就该花在他们家里 可他们当年 为了不让我得到老伴的工资 合伙商议 让老伴跟我耶 现在看到我有钱了 又来各种道德绑架 谁又是傻子 我不提离婚 只是觉得我们之间 有二十年相伴之情 惹不起躲得起 我收拾行李 带上自己的所有 回老家山里 看四月的山花浪漫 坐在紫藤架下 陪母亲晒太阳 听她说过去的故事 帮侄媳妇带娃 做做饭 收拾院子 跟母亲在一起享受 久违的亲情温暖 老伴给我发信息 给我两个选择 一是按照她的想法 拿出五万 给婆婆做手术 二是我立刻回去 跟她办理离婚手续 不要耽误她 再找老伴搭伙过日子 我告诉老伴 离婚可以 她写好离婚协议 弄成有电子版 我签字就好 老伴说我为难她 让我立刻马上回去 我才不会回去 我要在老家陪伴母亲 享受生活 至于老伴说的 给婆婆五万手术费 那是她和姑姐的事情 她们自己想办法 与我无关 人与人之间的互助 从来都是双向的 若一味地要求别人付出 最终只能是失望 约搭伙六年 老伴祝愿我白天陪护 晚上请护工 她说我自私 散伙吧 都说中年夫妻之间 依靠彼此的良心维系关系 那是相伴几十年的恩情 搭伙在一起的老人之间 也需要彼此平时互助 来维护感情 若有人觉得对方付出是理所当然 用原配老伴来要求 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散伙 我是刘雅梅 今年六十岁 退休多年 每月有六千六百退休金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有娃 原配老伴走了多年 我跟六十三岁的老孙那搭伙 相伴六年 自认为还算比较和谐 年前 老孙生病住院 他儿子不能陪伴照顾 我跟他商议 我白天在医院陪护老孙 晚上就请护工照顾他 老孙说我自私无情 在病房里大喊大叫 说谁家不是老伴在床前照顾 就我没心肝 我跟老孙说 我们是也搭伙相伴 身体好相伴在一起 小病小灾互助 你都住院做手术了 晚上我熬不了夜 只能请人帮忙 老孙不顾及颜面折腾 我给他儿子打电话 并收拾好东西 跟老孙散伙 人生路漫漫 说好携手共度一生的老伴 在四十八岁那年 突发心耿走了 女儿已在外地结婚 她说等我退休后 就去跟她居住养老 六十岁退休 我才发现 只有女儿的母亲 想跟着女儿养老 似乎是梦想 亲家夫妻早就搬到 女儿家居住 帮忙打理生活 等着照顾孩子 若我再去女儿家 说得好听 是去帮忙 说得不好听 就是等着养老 我想再找个老伴 盘算着只要丧偶的 不找离异的 不想牵扯太多 老孙跟我是一个单位里的同事 平时只是彼此知道 但并不熟悉 经好友撮合我们走到一起 先是相处半年时光 经过子女们同意 我们搬到一起 老孙的儿子也在外地 找了个时间 我们大家坐在一起 吃了顿饭 把很多事情说清楚 夜生活是老孙的儿子提出 老孙说 也就是个形式而已 哪计较那么精细 我家女儿虽然有些不愿意 但看我对老孙挺上心 就嘱咐我不必太认真 否则受伤害 老孙没退休的那几年 我和他之间还算比较美好 那时老孙的收入过万 我们之间说是夜生活 每月老孙都给我四千生活费 而我也是尽心竭力地 为老孙打理好后方 每天变着花样地 给他做饭菜 他下班回来 就有热乎饭菜 周末 我会做几个拿手硬菜 陪他小酌几杯 我们也会开车 寻找内心的诗语远方 在游玩的过程中 巩固我们的感情 我和老孙搭伙第二年 他母亲卧床不起 需要他们兄弟三人 轮流去照顾 每次轮到老孙 老孙都会跟我商议 他每月给我六千费用 让我替他去护理母亲 我觉得老孙这样做 也合情合理 我们之间是搭伙相伴 而不是他原配老伴 他给我出一定数额的费用 我去护理他母亲 内心还是能够接受 最起码别人知道了 不会说我是老孙家的 免费保姆 老孙的两个孙子 在寒暑假的时候 也会被送过来居住一段时间 每当这个时候 我也是尽量做好带娃 做饭给他们洗洗涮涮的活 而老孙也就在第一年 给我发过六千红包 后来就嬉皮笑脸的说 我也不能白当奶奶 我觉得有孩子们在 虽然我比较累 但他们整个围着我喊 奶奶 内心还是欢喜的 老孙退休后跟我说 他的收入减少了 以后我们就正式开启 也搭伙过日子 每月老孙都提前预算好 我们的开支 按照预算 老孙多给我六百费用 也许是退休闲得无聊 老孙用手机记录 我们每天生活开销 到月底 老孙还要跟我对账 若有剩余 他就会少给我生活费 人就是这样 凡是有了算计和计较 内心就多了一份隔阂和不悦 老孙是千算万算 唯独没有算好 自己啥时候生病住院 刚过完年 老孙的两个孙子回家后 他就觉得自己身体不舒服 我多次劝说 他去医院检查一下 他还总跟我嚷 说我就盼着他有事 好在换个有钱的搭伙 有时我就在想 都说女人更年期不可理喻 其实男人更起来更加可怕 我不明白老孙为啥会变成这样 他说的多了 我也就学会了闭嘴 最终还是他自己忍受不了 去医院检查 随后就被安排住院 去办住院手续时 老孙还算不错 给我手机 告诉我他的支付密码 经过两天检查化验 医生说需要做手术 并跟老孙商量 请专家过来给他做 还是怎样 老孙有点害怕了 询问我该如何选择 我说这是需要你儿子来拍板 一切安排好了 老孙儿子说 让我护理就好 我提出自己只能白天看护 晚上熬不了夜 老孙和他儿子都急了 老孙认为我自私无情 一边诉说自己以前如何对我好 一边要求我要全身心地为他付出 病房里其他两个病人和家属都看着我 其中一个年岁大典姐姐对我说 大妹子 这就是你不对了 少年夫妻老来办 老了就该相互帮扶 你现在照顾他 等你有需要了 他也会一样照顾你的 老孙听到有人帮他说话 就更加嚣张 不顾及自己是病人 居然抬高嗓门跟我嚷 我又不是那种会吵架的人 只能低着头默默地听着 等他们都安静了 我默默地走过去 拉着说我的大姐 告诉她 我跟老孙氏也搭伙在一起 谁知 这位大姐立场分明 一下子就站起来指责老孙 说老孙太不应该了 搭伙过日子 还让女人出生活费 听着病房里热闹得跟早逝一样 我悄悄地拿起自己的东西出来了 我给老孙儿子打电话 告诉他我家里有些急事 等我回去处理 让他赶紧到医院来 老孙儿子生气说我不负责 他爸还在医院 我怎么能不管 没等老孙儿子说完 我就挂了电话 透过病房上方的玻璃 看了一眼老孙 我还是走了 回到家里 我收拾好自己的行李 把老孙家的钥匙 放到餐桌上 并留下一张纸条 也搭伙相伴 看似公平 不过是各取所需 女人看重陪伴感情 男人看重被人照护 若不能真心坦诚 彼此善待 谁也不必说谁 无情自私 人性如此 也搭伙养老两年 六十六岁阿姨 过生日老伴说请客 吃完他反悔散伙吧 我是秦湘运 今年六十六岁 退休多年 每月有四千九百退休金 三居是住房 独生女儿早已成家有娃 不用我带 我跟前夫离异多年 各自安好 互不打扰 我和老刘A搭伙两年 欢喜的生日晚餐 却因老刘所谓的一句细言散伙 本就没打算过生日 是老刘说他请客 带我去吃一顿大餐 我本不喜欢吃肉 老刘却是无肉不欢的人 以为他会为我点衣桌 我爱吃的海鲜 可他却点的全是自己爱吃的肉菜 结账时 还把没吃完的打包回来 老刘到家 让我给付一半的晚餐费用 我说不是你请客吗 再说 你打包回来的也是你吃 为啥让我付一半费用 不知道老刘是喝点酒 还是内心本就这样想 他说既然是 夜生活 就要分得清楚些的好 还说到我们分房分床睡的事情 他出言不逊地说 如果搬到一起 他也可以夜付账 老刘口不择言的话语 越听越觉得低俗无趣 转身回屋收拾东西回家 一 离异多年 也曾有过三段感情 都无疾而终 我和前夫离异二十年 最初是因婆婆不喜欢孙女 觉得断了他家香火 在婚姻里 隐忍着婆媳难题 最终因前夫有了婚外感情 我不得不放手 离婚后 独自一个人抚养女儿 怎奈前夫以房子归我 拒绝出抚养费 我觉得住的三居室 是婆家和我们自己 共同出资买的 前夫不跟我争房子 也算是友情 一个女人带着女儿的日子 比较艰难 于是没人依靠 内心估计无人诉说 身边好友 劝说我还是在找个人 即使搭伙在一起 最起码家里有 阳气 有过三段感情 最终不是因为这事 就是因为那事 无疾而终 都说 二婚夫妻 就是贼对贼 各取所需 各自盘算 在我这三段感情里 我是什么奇葩男人 都遇见了 有人只想拥有你的身 而不想付出实在的利益 有人只想跟你有暧昧 不想花钱寻快乐 更不想负责任 最恶心的是 既跟你在一起 花言巧语 背后还有好几个 说不清的妹妹 岁月悠然 时光荏苒 走到退休后 也没遇到真心相伴的另一半 二 女儿生娃不用我带 我与大五岁的老刘 牵手搭伙过余生 退休后 我把自己的三居室 重新装修 想着女儿生娃后 跟我一起居住 我就能够享受 尘世间的天伦之乐 也就不用再想找办了 然而 女儿生娃后 女婿让女儿全职 在家带娃 亲家夫妻也时常过去帮忙 反而把我晾到一边 觉得余生的日子 还需依靠自己 亲生女儿 也未必靠得住 开启我在找老伴的行动 终于与比我大五岁的老刘 牵手搭伙过余生 我们相处时 就彼此说好 实行最新潮的活法 彼此A相伴 这样的相伴对谁都好 既不让子女担心自家财产 又不必让老人各怀心思 我和老刘A搭伙 最大的好处是 他喜欢做饭 喜欢宅家 没事就把家打扫一遍 从没见过这么勤快的男人 每天最少拖地三次 甚至还会跪在地上擦 而老刘说他 之所以跟我搭伙相伴 是因为我的思想前卫 不跟他计较钱的事情 一拍即合 各取所需 各自舒畅 三 虽然A相伴 但有伴的烟火岁月 还是比一个人快乐 没跟老刘居住在一起时 觉得这么勤快的男人 世上少有 真正搬到一起后 才知道 有多能干 嘴巴就有多虚道 老刘每天买菜做饭 收拾家务活 可他的嘴巴 也是一天到晚不曾停过 不是嫌弃这个 没有放回原味 就说我不讲究卫生 把卫生间的纸到处扔 最让我接受不了的是 老刘只喜欢吃肉食 对青菜没有口味 每天的饭菜实在太油腻了 说多了 他还跟我挤眼 说白吃还嫌不好 想想也是 有人给做好现成饭 也不用我收拾卫生 还有啥可挑剔的 我也曾想过 老刘喜欢吃的都贵 我们那大伙 我相当于精准扶贫 每月一千六百的生活费里 老刘吃三分之二 我是来提升老刘的生活水平 人老了 找个搭伙陪伴 一个人的烟火 实在清淡孤寂 两个人还热闹些 四 一场生日晚餐 成为散火的导火索 人老了 清静地活自己就好 我和老刘虽然搭伙两年 但谁也没给谁过过生日 都是各自度长明白算了 生日给自己买了一束花 老刘询问我 为啥买花 我才告诉他 老刘起身拉着我说 走 今晚我请客 给你庆贺生日 随后 开车带我去他喜欢的饭店 他点一桌子吃的菜 只有两个素菜 老刘大快朵頤地享受美食 我却啥也不想吃 人家本是好心 还喝了酒 酒足饭饱后 叫了代价 打包剩菜 我们回家 虽然我没吃几口 但我觉得 老刘为我庆贺生日请客 也算是有心 谁知 到家后 老刘拿出吃饭小票 让我付一半费用 嘴里还说着不干不净的话 尤其是提到 睡到一张床上付费的问题 这让我非常反感 当初我同意 也搭火 唯一的条件 是分房分床睡觉 这个年岁 早就对男女知识没情趣 也怕自己被传染些 不知名的妇科病 老刘也是愿意的 虽有几次他半夜假装走错房间 却没推开我的房门 老刘对这个事情很生气 但看在我愿意 给搭火的情分上 也就算了 但这次老刘再次提起 说的话也实在难听 这样的搭火 还是算了吧 收拾东西回家 再也不想跟谁搭火相伴 一个人清清静静地过余生 虽孤寂也安心 故事 71岁大爷 以为和年轻老伴再婚很幸福 谁知耗尽钱财都留不住他 当下社会 已经越来越开放 尤其是对于老年人晚年再婚 也不是什么大惊小怪的事了 很多老人 为了追求晚年幸福 或者减少孤单 都会在单身后 找一位老伴再婚或搭火 现在很多子女 也非常支持老人这样做 毕竟老人生活的幸福 对子女来说 也是一种放心 都说晚年再婚好 再婚美 但是 随着思想越来越开放 老人们再婚恋爱变多 一些不切实际的想法 也渐渐浮现 有很多因丧偶 而导致单身的老人 他们觉得不管再婚或搭火 都要找一个比自己年轻的老伴 这样才能陪伴自己更长久 甚至有些老人 还天真的认为 找个年轻老伴 能更好照顾自己等等 的确 现实中有不少老夫少妻 可以过得很幸福很长久 但绝大多数却不尽人意 就如我们小区一位71岁的郭大业 就对此感悟颇深 他说 老伴去世后 我本以为找个年轻老伴再婚 会生活得很幸福很长久 谁知最后耗尽钱财 却还是留不住他 为何郭大业晚年 再婚会遭遇如此的结局 其中又发生了什么事 下面就来听听 郭大业的再婚故事 来自郭大业的字数 今年71岁的我 退休十多年 不仅有房有车 我每月还有4000退休金 而且这些年 我卡里也存了20多万元 拥有这样的优越条件 在很多人的心中 一直是个晚年潇洒 又自在的老人 我也的确过了几年 潇洒的晚年生活 但是那都是好多年前的事了 如今的 我过得有点悲催 刚退休那会儿 我过得和其潇洒 老伴的3000多退休金 拿来作为家庭开支 而我的退休金 就被我拿来去玩乐消费 几乎每周都会去外面 吃饭聚餐 每月也会有一两次旅游 去买东西也大大方方 想买就买 从不斤斤计较 抠抠嗖嗖 很多同事朋友 都喜欢找我玩 因为我会为他们 花钱玩乐 而且 不管我在外面玩得多晚 喝得多醉 只要回到家 都会有一个爱我疼我的老伴 伺候我 所以 那时候的日子 我真的很享受 然而 这样潇洒快活的日子 却在我65岁那年截止了 有一天 老伴给我做着饭时 突发脑溢血 瞬间晕倒在地 就算我 即使把他送去医院 也没能救回他的生命 老伴去世后 我也陷入孤寡中老的生活 虽然子女都纷纷要我去大城市 跟他们同住 但是我却一一拒绝了 因为我曾和老伴跟子女生活一段时间 发现年轻人表面上很孝顺父母 实际相处生活久了 这份孝顺都会变成嫌弃 所以 我现在有钱有房 又有自理能力 就不想去子女家 成为被嫌弃老人 但是 一个人的日子 终究是凄凉的 即使我每天 也花天酒地地玩乐 可外面玩乐一时地开心 却抵不住回家 一个人生活的孤苦 尤其是喝醉了酒 没人照顾我 帮我扶上床 帮我熬醒酒汤 还有平日在家 也没人为我洗衣做饭 打理房间 这样无人陪伴和关心的日子 真的好难熬 后来 周围的朋友 看我过得这么不堪 就劝我找个年纪差不多的老伴再婚 说家里有女人 日子自然会好过很多 我也想过 找个女人一起生活 毕竟我那会儿也不算老 才六十多岁 可是当我去相亲了 才发现很多差不多年纪的二婚女人 都有很多缺点 不是长得一般般 就是五大三粗 还有一些就是年纪差不多 却看起来比我老很多 甚至有很多二婚女 都是有一些疾病的 这让我感到很怕 因为老伴就是因为疾病 早早去世的 所以我想再婚 我一定要找个年纪小一点的 三四十岁就很不错 而且还要没有什么疾病的对象 这样才能保证我的晚年幸福 当我把我找对象的条件 告诉很多介绍人后 哥哥都说我癩蛤蟆想吃天鹅肉 六十多岁的老头子 还想找中年女性 我也知道这条件有点苛刻 后面也确实没有年轻的中年女性 看得上我 所以我就把年龄抬高了点 找个五十出头的就行 虽然我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 找五十多岁的中年女人 还是有点难 但是经过好几轮失败的相亲后 我也在三年前成功找到一位才五十二岁的二婚对象 她叫阿梅 也是丧偶单身 刚退休两年 不过她的退休金很少 才两千多 但是我却不在乎 因为阿梅长大还可以 胃胖有点壮实 身体素质还可以 更主要的是她很会照顾人 退休后这两年也去做过保姆 所以我对阿梅很是满意 阿梅对我也还可以 我们大概相处了一个多月 就确定了关系 我把这件事也告诉了儿子 他们也很支持我找老伴 但是却只允许我和阿梅搭伙过日子 他们说我找个这么年轻的后妈 如果领证了 日后肯定会有很多利益纠纷 所以还是搭伙就好 免得日后出事闹纠纷 以为阿梅知道我只想搭伙 就会和我白白 但是阿梅却没有 她说老人家 搭伙过日子也一样 虽然没领证 她很吃亏 但是只要日后的生活花销 由我全负责 她就没有啥怨言了 听到阿梅这样说 我就直接跟她坦白 我现在每月四千多退休金 手里有二十多万存款 住的房子又是价值百万 只要你跟我一起生活 我绝对会让你生活得无忧无虑 做个幸福的郭太太 就这样 阿梅同意后 没过几天就搬来和我一起住 阿梅一开始真的很会照顾人 像极了我以前的老伴 每天我在家啥事都不用干 一来伸手饭来张口的 很是快活 可我和阿梅生活半年后 她就变了一个人似的 经常不顾家 老是去外面吃喝玩乐 而且每次出门都会跟我要钱花 她自己的钱就不知从哪里去了 后来好友跟我说 这样的女人都是要用钱来哄的 所以好友叫我是试用钱来 稳住阿梅 我为了让阿梅留在家里 好好伺候我 就听信了好友的话 找了个机会跟阿梅商量 说只要她每天好好照顾我 不到处玩乐 我就把工资卡给她 并且我也会给她买金银首饰袋 没想到阿梅一听 直接同意 第二天就安安分分地待在家里 为我忙前忙后 虽然有时候还是按耐不住 会趁我不在家跑去瞎玩 但是基本每天都还会准时 为我做好一日三餐 为我洗好衣服 打理好家庭卫生 这样有点像花钱买 幸福的日子 一过就是一年多 中间有杯有喜 有哭有闹 但也算是过得安稳 又美满 在别人眼里 我们也像真正的原配夫妻一样 出双入对 恩恩爱爱 我以为这就是再婚的美好 也觉得这样的日子 会长长久久 可是快到两周年的时候 我得了一场大病 美好的日子就破碎了 在我69岁那年 我在一次体检中 被查出身体里有颗肿瘤 而且怀疑是恶性肿瘤 需要做手术 以为阿梅听到我有这个疾病 会很担心会心疼 结果她第一反应 就是和我提分手 她说 我和你只是搭伙关系 万一你有啥事走了 我不就又成了寡妇 并且我最后啥也得不到 所以我们还是分手吧 为了挽留阿梅 我允诺会和她结婚 给她名分 会在房产证上加她的名字 也会把二十多万存款 全给她管理 谁知阿梅却一点也不屑说 你都得了这个病 谁还愿意陪你 而且你这病二十万都不一定治得好 你还有什么钱给我 最后 阿梅还没等我做手术 就收拾东西跑了 这让我很是心痛 为啥我把所有钱财给她 都换不了她最后的陪伴 难道我们之间 就只是大火锅家家而已吗 正当我抱着绝望的念头 去做手术时 却发生了一件令人意外的事 医生说的是个良性肿瘤 切掉就没事的 我听到这个好消息 我本想跟阿梅说的 但是后来想了想 既然她这一次会走 以后肯定也会大难临头个自飞的 就这样 我病好后 再也没去找过阿梅 直接回家自己过 如今我也没再找过什么老伴 即使我还要找 也不敢找太年轻的老伴了 因为年轻虽好 但变数太大了 就像阿梅 才五十多岁 离开我 她很快就可以找到下一个老伴 所以 她根本不会对我这个老头子 有啥留念 结语 说到底 找年轻老伴 并不是我们老年人再婚的正确选择方向 建议广大单身老人们 要慎重 要三思而后行 其实 晚年一个人生活 并不糟糕 就像郭大爷一样 有儿有女 自己又有钱有房 根本不用愁生活问题 真的害怕孤独的话 完全可以用钱来解决 比如跟子女生活 如果怕和子女生活不愉快 那也可以花钱请个保姆来照顾自己 这些都比找个老伴舒心得多 而且 也一样能过得很幸福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快乐